据环球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24日消息 俄国防部当天表示 在近期俄太平洋舰队组织的太平洋海军演习中 数架俄远程轰炸机图22M3消灭了假象敌方航母 在舰队司令谢尔盖·阿瓦基昂茨海军上将的领导下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6月7日至24日 举行了大型军事演习 演习地点在千岛群岛东南4000公里以外 靠近夏威夷群岛的海域 面对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美国空军的F22隐形战斗机曾两次紧急出动应对 夏威夷当地媒体报道称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俄罗斯舰船距离夏威夷最近的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 俄方演习期间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正在夏威夷附近训练 在2020年8月 卡尔文森号刚刚完成了维护升级 成为美国第一艘同时支持F35C和CMV-22B鱼鹰的航母 对于此次演习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表示 俄太平洋舰队在演习中 演习新战法 新形势 新动作 滨海分舰队司令卡班索夫说 演习的特殊之处在于演习地点 位于太平洋中部 这在俄罗斯舰队近代史中并无限力 这在俄罗斯特特殡的 温暖会讨议手优优独播出身